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束玫瑰不如一顿火锅的时光 讲两束花的故事 约莫是五年前 我们都还犹豫要不要脱下秋裤的时代 有一个男孩子喜欢过我 男孩子发了很多条短信 找每一个时刻跟我聊天吃饭 大概就是少年喜欢少女的平常节奏 我也不怎么讨厌他 然后有一天 他给我买了一束玫瑰花 我居然觉得困惑了 花有什么用 拿到花后 我做了个哈哈哈哈的表情之后 转身就去找另一个关系很好的女生朋友 我跟他讲 这个傻孩子 为什么要送我花 还不如请我吃顿火锅 此刻落笔时 我在想 当年的我简直是傻透了 为何要这样苛刻地评判 别人爱的表现呢 但是 那的确是笔时那个单纯的女孩 真实 却蠢萌的想法 硕士期间 有机会到日本一家比较有名的企业集团实习 经过了重重筛选 北京的我 上海的南南 还有广州的小林 是大陆过去的三个女生 集团的PR部门负责接待来自全球的13名实习生 这是一场声势浩大的活动 有很多宴会 过后会收到一些礼物 都非常的精致 且少见 日本人很有些把趣味和情怀做到底的尽头 一次活动 PR部门给我们每个人都特别设计了礼物 女负责人大概要保持低调 小心翼翼地拉住南南 小林和我说 这个永生花是我们特别定制的哦 只有三份 给你们中国的三个女生 我居然又困惑了 千里迢迢让我把这盒花带回去 有什么用 临走时 由于买了太多有用的东西 我把那盒永生花 随便送给了公寓的管理员 几年前 永生花还是个小众的产品 一小盒花也贵到吓人 写到这里 我又在想 简直是蠢透了啊 现在奇怪的回忆来了 我每每回忆起当年的那个男孩子 脑海中第一浮现出的 竟然是那一束被我嘲笑过的花 对一个人笨拙 美丽 娇艳欲低 不掺杂志的喜欢 如何表达 一束花 诚然 一顿海底捞也可以代表她的喜欢 但大概全世界99%的女生 有更多的几率 会喜欢拿这一束花 而不是满身火锅味的她 在回忆起那段实习时 也不由自主地反复想起 临走前被我随手送人的那盒永生花 为了让这些远渡重阳 从世界各地聚集到东京的孩子们 觉得被重视 如何表达 一盒花 女负责人为每一个人准备好不同礼物的酱心 被我随随便便送给了陌生人 我在满眼都是火锅真好吃的年纪 错过了欣赏他人的喜欢和酱心的机会 生活中充满了这样讽刺的 有点可爱的事 我曾经坚定地拒绝和鄙视过 一件又一件美好但无用的礼物 几年以后 我居然开始喜欢花 于是又亲手把这些美好而无用的东西 一件一件搬回了家 既然笔者在炖鸡汤 还是要附赠把勺子 对吃喝的关注到达一定程度之后 你会发现 美好的东西通常不予有用性直接挂钩 一束鲜花大概不便宜 但是它表达了爱 一个笔记本几百块 但是它尊重了书写 一件大衣的价格让你择舌 但是它体面了工作 一场旅行动辄成千上万 但是它丰富了人生 有用的东西赔不了你多久 无用的事物却往往心之所系 情之悠悠 庄子早就说了 人皆知有用之用 而不知无用之用也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其实你何须担心自己不够有钱呢 让自己努力处在衣食无忧的状态 有一点点余力就可以了 如果你有一个能让自己安心追逐 无用之用的爸爸 那也很好 大大方方的药也没什么错 你也何须担心自己不够漂亮帅气 配不上那些好物呢 有他们陪伴 让自己始终处在自由且得体的状态 也就可以了 这样你就稍微有一些底气 与人辩明 人到底依靠什么 作为情感寄托 既然钱总是要花掉 那不如花在好看一点的事情上 适当为无用买一点单 生活可能就会舒适很多倍 上周 我买了件不太便宜的衬衫 上身以后非常舒服 上班 出门 在家 大概的场合 它都能适应 反而代替了一大部分便宜花哨的搭配 把它换下来时 我突然有点感谢 年少时曾经刻意回避过的消费主义 消费主义的确带有一丝虚荣 容易使人堕入物质造就的平庸 从而回避人生真正的悲苦 比如 一群月入八千元的时尚小编辑 唯唯诺诺地告诉你 如何体会月入三万元的生活 即使你心知 他们尚未体会过 不介意看商场标签的日常 但是 多亏这一点点 平庸和虚荣拉我一把 生活因此 没有充满愤世急俗 泥沙滚滚 清浊不分 毫无美感 挺好 这或许也算是 长大的一个征兆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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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单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敬 empieza Will we have rainbows day after day Is what my sweetheart said Keshala Shala Whatever will be will be The future's not ours to see Keshala Shala What will be will be Now I have children of my own They ask their mother What will I be Will I be handsome Will I be rich I tell them tenderly Keshala Shala Whatever will be will be The future's not ours to see Keshala Shala Keshala Shala Whatever will be will be The future's not ours to see Keshala Shala What will be will be Keshala Shal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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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